市长如果要选总统 应该全心全意选总统 他就应该辞掉高雄市长 高雄市议员恰韩国瑜赶快辞职 选总统全因为这一段话 所以2020年 韩国瑜在这里郑重宣布 我准备承担任何重要职务 为了中华民国 不是反正对国 韩国瑜放下高雄市政 前进凯道替2020总统路大造势 只是演讲的话术 在凭高雄市长选战时 好像都用过 高雄市民进党执政的20年 留下的四个字 又老又穷 我觉得民进党执政 有一个特点 真的很奇怪 他好像不喜欢台湾人民快乐 强调暗语包容 却不断批评丑化对手 还有经典口号 谁当总统都要八个字 台湾安全 人民有钱 在高雄猛喊发大财 准备前进中央 还是用口号 简直把参选高雄市长的画术 统统搬到凯道上 分化 激化 丑化 还有神化 激化呢 就是用比如说粉身碎骨 这样的言论 那神化就是 呈现说 好像是一个 过去是高雄市的救世主 未来是中华民国 是台湾的救世主 用这种神化自己的方式 这样的四部曲 长达三十分钟演讲 被议员识破套路 简化成话术四部曲 知名企业主 也不以为然 我们的市长呢 是做事的 他不像某某市长 以色列大学校董会 董事长身份出席 毕业典礼 徐旭东 称赞桃渊市长 郑文燦 暗讽 韩国瑜 怎么会当上高雄市长 不到半年 就想前进 总统大位 三地区网黄大风 欧宇文高雄综合报道